全世界最多的葛萨在里面 耶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Ashley的频道 哇 在前几集呢 我分享了这个关于马来西亚的生活水平 而且我生活到底是怎样叻 哇 引起了非常多的这个热烈的回响 你懂吗 哇 真的超多人comment的 那就证明呢 其实有很多人呢 都对马来西亚非常的有兴趣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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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呢 今天呢 我也是呢 要做一个呢 关于马来西亚的系列 那就是 malaysia secrets 你知不知道马来西亚有什么秘密吗 那么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 你又知道多少个 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些秘密的话呢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来 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 第一个秘密就是 马来西亚是全世界最多闪电之一的国家 那我相信这个很多本地人都不陌生 但是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一天都在想 为什么马来西亚经常下雨的 为什么那个马来西亚这样 cloudy的 常年都是云 你懂吗 哎呦 我去纽西兰 我多么想念那种蓝天 你懂吗 就是没有云的那种 然后我去google search 我才知道原来马来西亚呢 是全世界最多闪电的国家 其中一个国家 为什么 因为马来西亚的地理问题 就是它是位于这个赤道 在赤道的国家呢 都是常年雨水非常的充足了 这样你要雨水充足的话 你一定要有云嘛 对不对 没有云你怎么下雨 所以为什么马来西亚一直都是很 cloudy咯 一直下雨咯 一直沾水咯 吉隆坡一年有估计有两百多天呢 都是在打雷都是在下雨的 我呢就是住在吉隆坡 然后我是非常非常怕打雷的 如果你体验过吉隆坡的这个打雷呢 你真的会吓到 它的那个雷呢 是直接从天上劈下来哦 好像要劈到去你的那个屋子 这样子的那个感觉 然后它的那个闪光是好像那种爆炸那种 放核弹下去 BOOM那种感觉 以前呢小时候呢 老师呢都叫我们做什么 打雷的时候在户外不要跑 不要打篮球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真的有可能会被这个雷击中了 真的没有开玩笑 马来西亚真是发生了很多很多被雷击中的这个事件 你懂吗 第二个秘密就是 你知道吗 在沙巴山达干 有全世界最多的葛杂在里面 耶喽 大家是不是很怕葛杂 很怕小强 你不是啊吗小强 讲了几次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你要坚持下去的嘛 你不能偷人家吃的嘛 你做葛杂要做得有葛啊嘛 这有一个很fun的story 就是我老公哦 他从来都没有看过那么大只葛杂 他偷偷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然后呢 他被我们马来西亚的葛杂吓到 坏哦 对了 马来西亚的葛杂又大只啦 壁虎又大只啦 脸女 呃 这样这个最多葛杂的地方呢 就是在沙巴山达干里面的一个洞穴 名字叫做 Gomandong 马来西亚有很多个洞穴的 这样为什么就只有这一个洞 那么多那么多葛杂呢 就是因为原来呢 里面有太多的蝙蝠席啊 所以呢 然后他的那个空气啊 又长年很 撒撒 这样像那种 Gong Sea里面住的地方 不是啦 你知道葛杂最喜欢 那种肮脏的地方 那种肮脏的地方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洞里面呢 有这样多这样的葛杂 所以各位如果你去到里面去玩的话 一定要戴上什么 葛杂套 第三个的secret就是新加坡曾经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那其实这一个事情呢也不算是很大的秘密 其实呢 在我们的Sajara的书呢 已经有写了 可是很多外国人呢都不知道的这个秘密 其实还不是秘密 而是公开的秘密 只要你去百度 Google呢 search一下就有了 1963年呢 新加坡呢 是以这个自治区呢 加入这个马来西亚的 那么当时呢 因为有这个内部有那种种族冲突啦 然后呢 马来人呢 跟华人的那时候的关系啊 是很紧张的 然后刚好新加坡的华人呢 又很多嘛 在1964年的时候呢 新加坡呢 就被租出马来西亚了 第四个的这个秘密呢 就是你知道吗 最古老的这个森林公园 其实是在马来西亚 你不懂嘞 我跟你说 很多人都认识一个热带雨林 叫做Amazon 其实呢 马来西亚呢 拥有最古老的热带雨林 它甚至比Amazon更古老的 那就是我们的Taman Negara 它古老到什么地步啊 就是可能恐龙时代的那个地步来的 应该是吧 就是呢 它拥有了一亿三千万年的这个历史 Oh my god 所以呢 它真的是比这个Amazon还老的 年中有很多的外国人呢 某名以来的 各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来这个国家公园 explore一下的啊 第五个秘密呢 就是我们的电梯里面 永远都没有四楼的啊 如果呢 你看到一座楼里面是没有四楼的话呢 你可以很confirm 那一座楼一定是华人起的 那么为什么公寓里面是没有四楼呢 就是因为 谁谁在某天啊 你明明啊 叫风水啊 风水加压力10年8年 这个还不会压力的 像真正的四楼呢 我们会怎么命名呢 我们都会把它变成3A 14楼我们叫做13A 这样24楼我们叫23A 那34楼我们就是33A 44楼叫做3333A 哇 你是不是觉得原来马来西亚有那么多秘密 是你不懂的 然后让我最impressed的秘密呢 其实还是 原来KL是全世界最多雷雨的地方 因为呢 这个呢 是离我的生活最近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讲关于马来西亚的这个系列的故事呢 请一定要给我一个赞 好不好 还有一定要like share comment 还有订阅我的Nstrip 我将会分享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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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马来西亚的所有东西 各位 我们就这样子再见咯 下个影片见咯 好不好 拜拜